郭台銘要上飛機前 到美國之前 其實這個 他就知道謝典玲會為他退黨 那是他就交代說 那等我離開台灣 你再退黨 那謝典玲今天早上呢 說郭董如果要獨立參選 他說我是絕對不會參加 我也不會幫助郭台銘 所以郭董知道 謝典玲會講這麼一段話嗎 我不確定他知不知道 但是類似的話 我在前幾天的另外一個節目 也跟波基同台的時候 我也講了 我也講了 然後講了之後呢 有一個媒體他有做這個 也是做標題的新聞 然後有一些郭焚 當時看到那他們也不太高興 覺得說這個為什麼不挺郭台銘呢 但我想 我覺得我的概念跟謝典玲很像 雖然他已經離開國民黨 我還在國民黨 我覺得我們的概念 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說 不管大家再怎麼混亂的情況 都可以談 我們從來沒有阻止過說 郭台銘他去努力看看去試試看 我覺得那是每一個人的權利 但是我們彼此之間 要有一個共識跟一個原則叫做 不能保送賴清德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在不保送賴清德的前提之下 所有事情我們都應該可以好好談 甚至我也沒有像是 比如說像金普聰老師 他因為他是他身份不一樣 他是喉友宜辦公室的執行長 所以他當然一定是以喉友宜為尊 可是除了他們辦公室以他為尊的人之外 也沒有非得一定怎麼樣 那當然這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可是只要黨中央決定下來的 我們都接受 也就是說這場選舉裡面 國民黨現在提名侯友宜 我們就是支持侯友宜 但是從頭到尾包含初選到現在 我們沒有非誰不投 我們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政黨輪替國會過半 只要黨中央有這個智慧 能夠做整合 能夠做這樣子的推動 我們雙手雙腳全面支持 所以黨中央今天提名侯友宜 我們就支持侯友宜 如果明天真的有改變 當然不會 我只是假設說 如果明天真的會改變的話 比如說整合成功了 整合成功了 那我們就是支持整合成功的這個組合 沒有問題 我們不再會像過去 可能有非誰不同的情況 那導致於分裂 導致於沒有辦法政黨輪替的目標達成 不會的 我覺得想法很簡單 所以謝點玲他雖然退黨了 他支持所謂的整合 可是他也講得很清楚了 他不支持 我幫他翻譯一下 他的意思是 他不支持增加組數 因為如果今天的狀況是 柯文哲也要選 侯友宜也要選 郭台銘要選 變三組 再也變成三組 賴清德躺著選 就是我們沒有任何一組 包含郭台銘也一定不希望看到 包含柯文哲也不希望看到 侯友宜更不希望看到 所以三個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是 為什麼要做 沒有道理 三個人都不應該做 所以今天不是說 去逼迫郭台銘 去逼迫柯文哲 去逼迫侯友宜 而是三個人共同冷靜下來想一想 你們做的事情 如果是讓三個人都變得更不好了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子 自我毀滅的選擇 而且六成的民意希望看到政黨輪替 為什麼你們有大格局大智慧的人 不能共同為了這六成的民眾 去思考你們應該要怎麼做更有智慧的決定呢 所以謝典林他想要推動的可能是 郭柯河 所以他努力的在黨外去做推動 如果能夠 我必須說 我作為國民黨的 我當然是支持侯友宜 我們也會希望推動什麼 比如說像假設 可能有些人希望看到 侯柯沛啊 或者是什麼 侯郭沛啊 這種都很多 反正各種聲音都有嘛 都會有人希望聽到嘛 那他可能會希望推動這個 郭柯沛啊 有的人可能希望看到 柯郭沛啊 柯侯沛啊 就各種組合都在檯面上面 他都是有可能性存在的 朱立倫也說過了 沒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嘛 那只是說他退黨的 他可能就不會把侯擺在前面 我們沒有退黨的 這在黨內的 國民黨現在提名的是侯友宜 可能就會把侯擺在前面 差別就是這樣子 可是就朱立倫主席的說法 任何一種可能性都沒有 沒有被放棄 那現在需要想這麼多嗎 其實現在我都不覺得 應該幾人優天 過度的內耗在此 現在該想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如何衝高自己的民調 你的民調越高 就越有整合對方的空間跟機會 比方說如果侯友宜的民調 越來越好了 他到了第二名 他是不是就有整合 其他人的空間跟機會 那坦白說如果沒有 那柯文則是第二名 那他就可以選擇要嘛整合 別人要嘛不被整合 所以民調能夠往上衝 在第二名的位置上面 然後大家再一起去思考 在野市立如何整合起來 那最好是一組 最多是兩組 三組就大家一起躺著選 三組的話洪孟凱講的很可愛 三組後在野的話 就是四個人一起躺著選 一個躺著就選上 三個躺著就是跟進棺材一樣 所以沒有人會想要打一場 這麼無聊的選舉 所以我覺得呢 謝典玲他 郭粉應該可以相信 謝典玲講的話 因為謝典玲是為了郭台銘 還去退黨的 當謝典玲都說了 如果郭董獨立參選 讓賴清德躺著選 他不會參加也不會幫助 請郭粉就要知道 在這一局裡面 他也是希望推動整合的 我們也是希望推動整合的 雖然推動整合的方向 不一定完全一樣 但都是可以談的 千萬不要放棄整合的機會 那也千萬不要 因為在整合的過程當中 大家當然有一些差異 就彼此攻擊 這個會中了民進黨的機 好 那巧希你剛剛提到了衝民調 當然一方面現在對侯瑜來講 他要比如說他拍影片 他最近一連串動作 剛剛波基提到了 他要踩住他的人設 那另外也希望能夠 回穩他的選戰節奏 因為巧希昨天參加了這個小雞便當會 所以你怎麼看待就是 宏友宜的觀光影片 對上郭台銘出書 他提到的歲月靜好 危機四伏 那個書當然是很好 我也會想要看一下 然後他們好像也會送給我 我也會認真的看 然後還有我也會給我辦公室的同事看 因為我辦公室很多同事任他做乾爹 他是屬於國民爸爸的登機 就很多年輕人小朋友的夢想 就是有一天可以跟郭台銘一樣 做大企業家可以很有錢 這個很正常 所以他在年輕人領域 尤其是比較偏藍的年輕朋友當中 是真的有魅力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希望說 他未來如果真的他最後決定說 不選共同成就一個大局的話 他可以回到的是國民黨這邊來 因為真的有很多藍營 就是藍營的年輕人 是很喜歡郭台銘的 不管是當時打了BNT 又或者是這些勵志的故事 他們都覺得他的政策很好 那他人很好 然後希望說 但他們都想投給國民黨 希望說國民黨跟郭台銘可以一起合作 很多我遇到的藍色的年輕選民 他們都有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我們也很努力的希望促成團結 那但是呢 我覺得呢 除了這個歲月靜好 當然危機四伏 這句話沒有講錯 因為這個歲月靜好 當然某一種程度會有一點點見直到 這個侯友宜的傷痛 侯友宜他今天之所以就是說 他前面民調這麼高 後來突然這個雲霄飛車落下來 其實我在很多日子以前我就有講過 那是因為呢 他過去過去現在不一樣了 過去沒有鐵粉 那沒有鐵粉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呈現 就你過去在新北市場期間內 沒有呈現出為了什麼樣的一個議題 去跟民進黨抗爭到底的決心 大多數時候你都是民進黨的政府 就算是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那你也就摸摸鼻子 跟國民黨也是一直保持著一個 若即若離的一個距離嘛 那所以說當時的民調上面看起來都很好 因為前綠的也支持 深綠的也支持 所以民調當然高 那當時我就提醒過了 民進黨的選民是很聰明的 當你們兩邊對決的時候 全部都不見了 他們會瞬間離開 瞬間離開的時候 你看起來你的民調就崩盤 然後崩盤之後 又會影響到國民黨的選民 覺得說你的民調崩盤 那我也不想支持你 原來你沒有這麼強 他就會變成一個負面的負向循環的效果 所以當時在那個四大公投的時候 我才會有批評說我認為 他在這些議題上面應該要清楚的表態 不要去迷信你現在的民調 因為我去看了他的臉書等等的 我發現他是沒有時鐘的粉絲的 沒有那些基底的 那反正這已經過去了 那現在他開始累積一些鐵粉了 因為選總統的關係 有現在開始出現一些真的 侯友宜的支持者了 開始跟著他 開始覺得侯友宜也不錯啊 你們為什麼要欺負他 為什麼要這樣子踐踏他 我就是要支持侯友宜 我非侯友宜不同 已經開始慢慢出現這些 侯友宜的粉絲了 那一定就要好好的來照顧他們 要更努力的在在野黨的角色上面 提出監督 就像是他前一陣子 在前瞻計畫裡面講說 這個蔡英文政府不是在 在留子孫 是在留孫子齁 類似這樣子的話 就應該要多講 像我那天在便當會的時候 我有提出我說 我們需要的其實 並不是大家所講的那些 是議題上面的共同合作 比方很多議題 地方的民眾 包含中南部的民眾 他會優先提供資訊給我們台北的民代 包含沙倫科技園區 還有其他施工不力的問題 包含漏水的問題 在地的那個民眾拍到之後 都優先傳給我們 因為他們覺得 傳給我們 我們會發聲 我們會講出來 但他們不確定 傳給別人會不會石沉大海 或是反而他的身分被人家收到了 我們是在這方面是比較有公信力 我們一定會保護資訊來源的 好 那我們講出來之後 民進黨他就會開始情緒勒索 說你看 都是天龍人 都是台北的人 然後在欺負我們南部的 那是不是我們南部的好朋友們 就應該要站出來講 這些建設花了43億 做到太陽能板亂七八糟 然後停車場從三樓漏水到一樓 43億這樣花有對嗎 政府亂花錢不應該被檢討嗎 本來就應該要站出來檢討啊 所以我就講 我就跟侯友宜說 市長你這時候你就應該要站出來 告訴大家什麼 今天之所以前瞻的預算分配不公 前瞻的預算亂花 做了不好的建設 就是來自於民進黨在國會過半 而他們的立法委員都不監督 只會放水 做民進黨的橡皮圖章 所以國會不能再讓他們過半了 就雖然我選的是總統 我不是選立委 但我們今天跳下來 幫這些要選立委的人講話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對我們的戰鬥被看到了 對確實 這說的也是事實 今天前瞻預算會可以亂花成那樣子 都沒有人在檢查 都沒有在監督 什麼桃園棒球場的 新竹棒球場的 桃園體育場的 歸人文化中心的 然後那個什麼 沙倫科技園區的 這一大堆都叫得出來的 還有一大堆是沒有叫出來的 屏東的停車場的 建設蓋這麼爛 中央政府亂花錢 為什麼都沒有人去監督 就是因為這些都是你民進黨 在國會裡面人太多了嘛 你讓他繼續這樣下去還得了 全台灣都是文子館 全台灣都是爛建設 我們沒有不讓地方有建設 可是第一個 你要做的有效率 有效能要做的好 不要蓋一堆爛東西都在漏水 工程最起碼的品質 你要提供給民眾 所以我們就跟侯友一講 在這些議題上面你更努力的去講 你幫我們 我們幫你 大家本來就是這樣互相起來的 所以我相信這個關公的影片 是在建立他的人設 可是更重要的是接下來 他如何站在媒體前面 親上火線 面對這些問題 以對民進黨直求對決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素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